在正前一件事 你可能有拍桌面 一媒體啦 不過聽說 聽說他們要從現在開始 一路做到選舉結束 所以這邊可說是他們的第一份 第一份民調 那它下面其實是掛鏡新聞啦 不過它反正就是靜點式 委託大地 好 這份民調就是先做撒喀多 我想應該也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人料到郭海明突然這樣宣佈 那所以呢賴清德34.3 侯友宜16.2 柯文哲27.1 這份來講這等一下機構效應 它這個是一半式化一半手機 那照理說柯文哲像你之前講的 如果有一半以上的手機 柯文哲手機是比較有優勢 或者是網路 對吧 那可是侯友宜的這一份 居然只有16.2 我們就有點疑惑囉 那再來看到的就是 另外一題請問你是否支持 郭台銘獨立參選2024的總統大選 不支持的比例高達44.7%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希望他獨立出來 那就是有人在說他是不是出來亂 支持的很多都是綠的啊 就在灌嘛 因為他不想問 因為他不想問 如果藍白合作參選2024 那你會比較支持怎麼樣 就是藍跟白嘛 到底要猴磕還是磕喉 不過這份民調看起來 猴磕三成 磕喉37.8 因為他做出來磕高那麼多 對 所以這個 磕高了11% 對 順著問下來 確實就是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啦 對 好 那在明年的總統大選當中 請問您是否贊成國民黨跟民眾黨 要整合成一個組織來選總統呢 好 42.3%的人是贊成的 35.8%不贊成 來看到這邊 我再回到我們的第一章好不好 就是剛剛的三人民調 先從這邊請浪哥幫我們來解析 我還有看美利島的民調 對 美利島27號做的 對 那賴清德 賴清德基本上都下滑啦 也就是說他的訪美效應開始淡化 是 比如說美利島 美利島它是最高衝到42.5% 那美利島目前賴清德 大概跌到38.5% 是 欸 跌了4%欸 對 這也不算小 對 可是美利島的民調 不同的地方是 喉根 柯 都大概只有17%左右 大概20%到17%之間 就是喉根 柯加起來 跟賴清德差不多 是 所以賴清德是非常有利的 我說美利島 對 美利島是38 然後喉根 柯我記得加起來 也是差不多38 嗯 那可是靜電是這個民調呢 對 喉根 柯加起來是超過賴清德9% 哦 我看一下 賴34.3嘛 那所以你就16.2加27.1 對啊 超過了 贏9% 那表示賴清德是跌更深了 他只有34點多嘛 對不對 那 其實我比較意外的是柯還是這麼高 對 就是說侯友宜怎麼會這麼低 這跟最近我們看到的趨勢 完全不一樣 對 不太一樣 就是侯友宜怎麼這麼低 是 然後柯怎麼還會在這個位置 對 也許他第一次做啦 我們不知道 那就看未來是不是都是這樣子 就是 他做的情況之下 柯是 明顯比喉要高 因為我最近看的民調 大部分喉跟柯都很比較接近 然後 賴清德都已經拉開了啦 可是 本來大家以為說他42.5有機會衝到45嘛 那顯然就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這樣 那美利島他又跌回38點多 這表示 講白了啦 就是說 賴清德他的訪美效應 就是民進黨能夠給他的力多支撐並不多啦 說實在 因為執政問題實在太多了 像我昨天 我認為王鴻威爆那個料真的是非常精彩的爆料 就是鄭永津 對 那個新竹縣的那個光電案 然後查到9家公司 然後資本額爆增那麼多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國民黨如果要爆料就要爆這樣的料 因為這樣才能夠繼續追查 然後 可以連結到一些比較大的核心主題 比如說我認為這次的核心主題有兩個已經非常明顯了 一個就是前瞻預算 那另外一個就是光電幣案 就我們現在單純講施政這一塊啦 對對對我覺得這兩個 我覺得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真的要深挖啦 不然你作為在野黨 你很多議題比如說我隨便講 我比如說前瞻預算 那民眾黨是在偏重在講說 你這個違反預算法啦 你講這有屁用 你要講的是新竹棒球場這種前瞻案 對 這才有用嘛 那有感 對 就是你前瞻案就要去連帶出 那有些人就趁機來貪污嘛 或者給你偷工檢廟嘛幹嘛的啊 那光電案更是如此 光電案那鎮商勾結一大堆對不對 我覺得 因為這兩個都是蔡英文執政的主線啊 就是前瞻用了八千多億 那光電案我看他好幾兆啊 那你如果從這裡能夠真的挖出夠大的弊案 比如說王鴻威這個出手就不錯啊 雲豹也是啊 我覺得如果真的能夠挖深啊 然後持續打個一兩個月 有關前瞻的弊案或光電的弊案 我想亮哥在這幾個禮拜一直不斷強調 就是每當我們挖一些題目出來討論 那亮哥講你要一直持續的追打 所以這絕對不能是單點輸球 你要有血肉老百姓才會看得好 多點啟發而且要疲勞轟炸 而且要有真正的內容 對 不能說你只是一直出來喊喊口罩 脫戶口罩這種口水這樣子而已 那對剛剛亮哥你說這個進下吹的 柯文哲為什麼還是這麼高這件事 讓我額外想到了 你知道在Dcard上面大家討論說 三立新聞到底在吹什麼樣的崩 我們看到的是他的社群 有舉辦一個網路投票 然後叫做郭台銘宣布 以總統參選人身份投入2024 那好 如果是四卡都狀況下 你支持誰 請注意喔 這是三立新聞網的民調喔 你會發現到 第一名居然是55%的柯文哲 所以這個奇怪的現象 也在Dcard裡面討論 因為我們看到這幾天 其實在這個該媒體 他們的政論等等的 都在強調 而郭參選怎麼樣怎麼樣 幫忙吹這股風 這個我們都可以理解 但吹柯什麼意思 不過也許民眾黨有危機感 所以只要是網路調查 他們都會回答 都是 這個當然有可能 因為民眾黨沒有電視 他們只有網路 所以尤其是柯粉 柯粉蠻積極的 他就會主動去幫他拉 我覺得這個不稀奇 尤其網路 對 我認為郭台銘的部分 因為綠營跟這個綠媒的名嘴 這個喜行於色 實在太難看了 太明顯 那這個難看呢 我覺得賴清德 覺得這樣下去會出問題 哦 所以他就制止了林俊憲 你有沒有發現 林俊憲就立刻改口 然後隔天 其他人馬上就說沒有 因為這個東西會 如果真的顯現在民調上 那你就會看到賴清德下降 郭台銘上升 對 那這樣就太難看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對 所以這個就是造假 那造假就變成說 假設賴清德突然掉了5% 然後郭台銘增加5% 那這個就是太假了啦 因為比如說 像美麗島做的郭台銘的民調 只有10 只有10點多 那如果說他這個10點多 突然變成15% 那結果賴清德從38 掉到33 那這個太明顯了吧 這個就太明顯了吧 那我認為啦 那我認為啦 以我對賴清德的認識啊 我覺得他這個人不太喜歡 打假球啦 喔 他要嘛就不講話啦 比如說對蔡英文他就講講 可是如果他要講話 他不會故意給你講假話 你知道吧 你知道吧 比如說台獨他要隱藏 那個是因為 台獨的人會怕嘛 這個是選舉策略 可是如果是這種說民調 要不要玩一下 郭董 要讓一下 我認為 因為一定會被發現 我跟你講 台灣這個社會蠻透明的 比如說郭台銘 因為郭台銘 昨天晚上去那個計程車聯誼會 跑團 我大概就想到了他的連署模式 喔 我跟你講最近他的連署事實上 有點挫折 比如說 那個張立善第一個跳出來 說他沒有誠信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樣 那張立善的態度 是不是代表張榮衛呢 因為張榮衛原本也要幫忙 我認為是 我認為是 沒談好喔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張家駿在爭取不分區 抱歉 你還是要看國民黨的面子 因為張家駿他本來是區域的 他沒有選嘛 沒有選區域的 那周典論 周典論突然出來表態 屏東議長 說我不會幫郭董連署 因為他的女兒周佳琪 也在爭取不分區啊 那他女兒好像是屏東市長嘛 我認為這個聲音會越來越多 那另外我們說謝典林啊 張華議長 你姐姐在選 你姐姐是謝一鳳 那你說謝典林真的下去動員 謝一鳳被他做了 所以我認為也有限 那我為什麼舉這三個例子 因為這三個都是大限 就是屏東 江 張華 雲林 那到時候真的幫你忙了 搞不好只有傅崑崎 那傅崑崎那個人口少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郭董可能發現走地方派系這條線 死路 沒有如他預期那麼樂觀啊 比如說徐耀昌啦 徐耀昌能夠連署多少 因為真正重鎮應該是謝典林嘛 周典潤嘛 阿不就張榮衛嘛 這群人很大大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他 昨天去計程車聯誼會那裡 我就發現他做一個動作 就是包場 因為昨天他在那個地方待了兩個小時 因為這其實就是 待遇有差喔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因為我們跑這個跑多了 因為計程車聯誼 因為我們以前每年都要去的啦 那選前是非去不可 兩百桌冷霸的啦 本來內定是柯文哲被邀請 因為柯文哲是前市長 對 跟他們很熟的啦 柯文哲被排在7點40 那柯文哲就講完話就走 他沒有要留下來 那郭董被排在8點 所以兩個人是不碰面的 喔所以這幾天一直在炒這個時間點 郭伴聲稱說他們本來就是這個時間要上台 這個其實是 當然是錯的啊 結果郭台銘昨天7點就到了 那7點就到他就直接上去講話了 他明明表定8點了 對對齁 那他就直接上去講話 那他講完話下來之後 就一桌一桌進啊 那當然會有一堆人要跟他合照嘛 因為過檔耶對吧 而且那個現場就是 那個舞台上面就有一個背板啊 有一個電視啊 那就不斷出現郭董了 郭台銘選總統 台灣阿榮一定贏 啊 可是大部分我們看到都切很近 沒有看到這個背板啊 因為他就在候選人的後面 在往上 那他那個是輪轉帶啦 不是說一直這個畫面 可是這個輪轉帶這幾句話 一直沒有拿下來 也就是說郭董他上去講是7點嘛 就電子標語這種啦 對對對 照理講你的 你的被你的那個標語 應該是你講話的時候出現在你後面嘛 郭台銘選總統啊 台灣阿榮一定贏啊 那下面選李市長XXX 就是7點元貴理事長 那 那就一直在轉嘛 那結果他就一直沒有拿掉 比如說郭台銘已經下海了 你說什麼 柯文哲在講他那個還在轉啊 就是這樣 蛤 就是這樣 那他不給面子了吧 是啊 我認為他是 這個 不是啦 這個我只能夠說 那這樣子是誰的主場就很明顯了嗎 不是啦我只能夠說 那理事長做事情不正常啦 就是說你怎麼沒有拿掉啦 那結果柯文哲在講話的時候 民眾黨有一票人上去啊 那學姐啊 一堆人都上去 對啊對啊還有黃珊珊嘛 張志豪也上去黃珊珊也上去 結果後面寫台灣阿榮一定贏啊 那個 那個輪轉帶啦 那 郭台銘一直到9點才走 我跟你講啊 我為什麼會把它當做是 他9月13號之後的一種 動員連署模式呢 我跟你講啊 現在還沒有正式連署嘛 因為連署單還沒拿到啊 你去想他就在全台灣這樣 只去大廠 嗯 比如說這個廠有200桌嘛 然後可能也許百公百業 之類的 對 還有廟啊廟會啊 那他就包庁嘛 包庁的意思是說 不是只有我來啦 而是 就是我嚇唬那麼多 啊嚇唬那麼多 我就變成主兵嘛 啊 你知道主兵到什麼程度嗎 他做主桌嘛 啊 當然柯文哲沒有去做 主桌主位喔 他沒有去做 柯文哲沒有去做 他上面有一個盤子啊 上面有一杯咖啡 一杯奶茶 他哪這麼好啊 對 這一定是 就是你跟人家講 人家幫你準備的嘛 對 那你去想 我說為什麼這個會變成一個 動員的連署模式 因為他如果真的開始玩的時候 他後面就有二三十個人 一起進場 那他手上就拿著連署單了 那貴檔也要留在這裡 留一兩個小時嘛 那沿桌那邊進 和拍照 我就等你啊 他就連署了嘛 就大家請現場連署嘛 這個他絕對做得到 因為台灣這種大廠的廟會 那些聯儀會蠻多的 全台灣啊 那當然就是你要有情報來源啊 這一場就是他的情報來源 有人告訴他 因為人家並沒有邀請他 他主動說我 紅場啊 我願意協助 我來包啊 對對對 那這一招這樣子CP值會比 坊間盛傳的那種 連署輸一份多少錢那種 來的更划算嗎 沒有啦坊間那一種 到最後一定會傳出來 對 就是 喊價 跟那個聽演講動員一樣 對 那種名聲那麼壞 而且那個沒有電視畫面 這個有電視畫面 那 因為我就看到一張照片是 他在那邊跟人家拍照這樣 很可愛這樣 他會不斷的開始有這樣的畫面 那這個就是造勢嘛 就是他一方面會有電視的新聞 網路的新聞 那我相信他以後比較正規的 也會請攝影師跟著拍嘛 對不對 那後面就有那個他的 那個連署大隊就進場了 那這樣因為連署是允許45天嘛 那這樣亮哥你要上修 你對他的評估嗎 連署數字的評估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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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地方拍戲會不如預期 所以 覺得這個消長 也不會高到哪裡啦 因為 宋楚瑜我後來去查了啦 2000年那一次他交的時候是交 1068888分 然後來過了之後多少 94萬 94萬 被刪掉12萬 所以 所以 這是宋楚瑜啦 這是台灣No.1 就從頭到尾就只有他破百萬 他交交1068888 那後來是94嘛 那後來大概就沒有人破50過了啦 因為後來有很多人連署 比如說陳履安那次也有連署 可是大概就是40幾萬這樣 然後 許新娘最低嘛 許新娘那次剛好28萬多 可是 就是 因為我們的規定是要1.5%嘛 1.5% 所以這次大概就是要接近29這樣 我認為他連署的到啦 可是 我認為要破50非常困難 那有到拍看嗎到最後 看他自己怎麼定位啊 因為你給他花到百萬 那我們土條喊到200萬你看 對 我們土條張 不知道是吃了什麼藥 花到兩百萬 我又怕死人 兩百萬 太難了太難了 感謝張梅華的抖內 對那還有其實今天還有另外一份民調 那我們就來不及把它放進這個 iPad裡面了 就是 這個是新頭殼 我不知道剛剛亮哥有沒有看到 這個我沒看到 對最新的 新頭殼的大選手機民調 那我讓大家看一下圖片 然後我不想放太大 因為我想讓大家也看看標題 這絕對不是說他很厲害喔 這是要代表他的分票效應 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來你看到下面這一份 賴清德33.33 柯文哲20.97 郭台銘20.02嗎 侯友宜18.145 我覺得這個很明顯是做高了 郭台銘 對 20.02我沒看到這麼高的喔 我跟你講如果是這樣的民調啊 那對不起你們害到了賴清德 對 賴清德只有33 33.33 是啊 那三個人加起來快60 這樣賴清德有什麼好高興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民調太牽強了 而且 你有沒有發現他的未表態只有6% 對 這根本不可能吧 我跟你講啊 敬傳媒跟美麗島 美麗島民調未表態21啊 然後敬傳媒是22 美麗島就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嘛 就是 就是未表態 郭台銘就是郭底嘛 10點多的這個嘛 不過我跟你講在 在目前這個情況一定會有很多人不表態的啦 因為就覺得你很亂嘛 就有一些 這個嘛 對非綠的啦 這個是美麗島 對這個是美麗島 這是美麗島 那就是有些藍的就會很煩啊 就說你怎麼那麼亂 對 那美麗島這個未表態 我去算了一下 就是21左右 然後敬傳媒的未表態是22 你心頭革這個未表態只有6% 那好可憐啊 就是天方夜談啊 那我們剛剛看這一份 敬的 這是無法選出任何一位的22.4嗎 對啊 我就跟你講22啊 對啊 差不多 是啊 對 我跟你講你現在做民調 現在未表態率一定都在15以上 對 這是合理的 甚至可能因為近期的變化 兩成以上是 就覺得很煩嘛 兩成以上是非常有可能 因為你們三個人都單獨選都沒條嘛 為什麼要表態 對 對不對 那局勢明朗之後 他就會出來表態 所以 我基本上對整合之後的民調 我覺得我是有信心的啦 但是整合時間點呢 我現在看起來是不是 我認為一定要等侯友宜從美國回來 那跟大家在坊間傳的一樣嗎 對 10月 事實上是合理的 而且豬跟猴都要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要一起講區域 一起講區域 因為目前這種選法是沒有意義 那要給觀眾朋友一點信心嗎 就是 郭的這一季整合機率有大幅增加嗎 因為侯友宜不能指揮黨嘛 那有一些東西是要黨下令嘛 那看朱願意犧牲到哪 沒有目前國民黨只有你讓蔡碧如 對啊 沒有啦 其他選區我坦白講都沒條 其實蔡碧如那一群也很難選啊 那個蔡其章的區域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張其路去挑戰賴士寶 這有什麼意義 對不對 那又比如說邱成遠 去挑戰張慶忠媽的兒子 那這有什麼意義 對不對 不過最重要的是兩個人的協調啦 那 我認為目前 以我的接觸啊 我認為侯跟柯 都沒有要跟郭談 對 對 沒錯 現在有看出這個感覺 就是 這十美拍謝嚇到了 我跟紫恩柯文哲表情很明顯啊 沒有啦 因為 柯文哲在金門那次經驗他就 嚇到了 嚇到了 然後侯友宜你不覺得更離譜嗎 郭台銘823沒有宣布參選對不對 侯友宜也去了金門 對 那結果827 郭台銘不是跑去跟他喝咖啡嗎 你想一想侯友宜為什麼會答應 因為郭台銘 侯友宜一定會想說 你823沒有宣布啊 所以是不是你還有空間不要選啊 所以我就跟你這個面 結果你隔天宣布才選 什麼意思 對 怎麼有人這樣 對不對 譬如說 我們明顯做的動作讓 讓佩軒覺得說 我們有談的空間 嗯 結果我自己 寄名料 我寄給他算不算算 我真的會在家裡先桌欸 你那個給人家的感覺是什麼 什麼意思啊 所以你看那個 侯友宜不是出來 就是他宣布參選嘛 那個記者去督他嘛 說 聽說你有跟郭台銘喝咖啡是不是 然後侯友宜怎麼說 他說 哎呀這個我們說好不要講的啦 既然郭董講的你就去問他吧 一定是很閃的嘛 他的OS就是XXX嘛 是吧 對啊 就是這樣嘛 怎麼有人這樣做事情啊 對不對 你這樣就變成 哎我跟你談啊敢有遵守 我跟你談啊 結果你還在連署啊 而且11月20號你會不會登記 我也不知道啊 對啊 煩不煩啊 沒有啦我覺得他這個 這樣扯鈴喔 不這個講講白了齁 就是信用的問題啊 這個這個實際上就是一個政治人物 被人家考慮 他也不覺得信用問題 對他有任何傷 信用問題如果有傷的話 從5月前5月後講多少次了 是啊 而且那天記者有問這個問題 對啊 說你517不是 來來來講到這個 這個我深深有感 而且想不到連亮哥那天 第一時間也傳給我 剛好鄭重我下方 太生氣了 我覺得媒體已經很客氣了 沒有把這件事情繼續鑽下去 來那天其實就是因為 他在宣佈的那個時候 記者會最後就有很多人在問他 關於這個 有沒有可能還問副手而已嘛 對不對 我就問說你有沒有願意 可能會當副手什麼的 結果他就講到說 很多年前 一位媒體界朋友告訴他說 新聞業是製造業啊 那近期這些副手人選傳聞 我們都是看媒體報導才知道 所以呢他清楚啦 每天很多新聞要做 也有很多政論節目需要議題 這就是我們的Base Model 但不是從他這裡說出去的話 他不會回答 然後他就說這個新聞製造業 這件事講完之後 他旁邊發言人 彭雲切馬上接話說 感謝所有的製造業者 豪宅我有看到這個 起手勢 起手勢惹毛媒體 還有啊還有那個 新加坡聯合早報啊 對啊 這要點名啊 對啊 你來台灣多久了 他說 欸你們報紙 在新加坡是不錯的報紙 來台灣學壞了 因為那個溫偉中那個記者 我認識了 人家是很正派的人啊 拜託 不可思議 然後還有紅海那個回答 結果紅海跌了2% 對 我就說啊 沒有啦 他這個 他這個選舉 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啊 我們選舉 通常要有三個幕僚很重要 就我們應該要有三種功能啊 第一個就是你選舉的節奏 對 就你總幹事要幫你 決定你的節奏嘛 就原本我們在講 金小召能夠幫紅的部分啊 對對對 這個節奏 第二個就是言論嘛 你要講什麼話啊 那第三 因為你比較特殊 你要連署吧 所以你需要一個組織長 郭大平需要這三個幹部啦 也許有人特別厲害 三個都可以 那沒有關係 可是要讓人家覺得 你有這種人在幫你 因為他現在三個領域 都處理得亂七八糟 比如說第一個是節奏 為什麼禮拜二三不宣布參選啊 而且為什麼是禮拜一 為什麼禮拜二八突然宣布參選 對 而且剛好在跟侯友宜喝完咖啡的隔天 那你起來衝啥 這個是一個衝腦的決定嗎 這個就是一個節奏嘛 這個我看不懂啊 對 如果連我這樣長期看選舉的人都看不懂 那別人一點無煞煞 我那天在家裡很生氣 我想說奇怪 你上次在綠也不是跟我們點了兩個時間點 8月8號8月23號都過啦 我想說哎呦 所以事情有點轉懷疑一定喔 所以侯友宜才會 我認為侯友宜就是因為這樣才會跟他見面嘛 就覺得哎呦好像你沒有一定要選耶 那結果隔天就宣布要選 這個是節奏啦 那第二個是失言嘛 你怎麼會這樣講媒體呢 啊你怎麼會這樣講鴻海呢 你要顯現你的勇敢 你也沒有必要講說 yes please do it 如果中共要對你的鴻海 坦白講鴻海不是你的公司啊 你是大股東 你是創辦人 可是現在所有的是別人在掌握 對 你有看他持股嗎 當然我也同意劉安偉 也會聽他的意見 可是畢竟裡面有職位吧 那他的持股是12.57% 坦白講非常高啦 說實在 不然去年怎麼能夠賺股力賺到92億 對不對 他鴻海就賺了90.5億 那其他是群創啊 真的就是大股東嘛 大股東沒有關係啊 你可以不要講這個啊 你可以講說 因為是一個老外的記者問他 不過你在中國大陸有這麼多的財產 事實上他不是有財產 他是有股票 那如果中共威脅你 你怎麼做 事實上你可以比較有智慧的回答 他就會說 紅海是上市公司啊 在大陸貢獻那麼大 而且iPhone也因為這樣 生產的很好 我相信中國大陸不會做出這種 不明智的行為 誰都不得罪 誰都不得罪啊 阿倫又幫你拍拍 不是我 紅海股東說 我們黨會跟我說 你不是這樣說啊 如果他要沒收我的財產 Please do it 哇哩咧 也價錢剩2% 這個顯然就是 這個絕對沒有Q&A的準備 因為你這個問題是有人一定會問你的 對啊 那你就要有Q&A 這很基本題耶 本來就是基本題嘛 所以我說第二個就是 我們講第一個是節奏嘛 第二個就是 口條嘛 要講的內容 那第三就是組織嘛 我現在也看不出 他的連署的策略 因為目前聽到的就是 money 對 就是他已經下錢了 可是坦白講 連署用這一招是 最糟的啦 因為這個基本上就是 你並沒有透過連署的過程 來製造新聞嘛 然後增加人群的接觸嘛 你知道我意思 純粹用錢解決 這樣好對不對 這個就是要討論嘛 所以我覺得他 他給我的感覺就是沒有準備好 更不要講 這個當然沒有準備好 就顯現在你的民調不好 可是我可以大膽預言了吧 如果他真的是偷襲下去 硬要選到底 陳信跟施言會跟著一整路嗎 是我同意啊 他看起來是這樣啊 是沒有錯 剛剛也各選啊 不過因為昨天那個計程車 連營會那個場 他從7點到9點 我就看出看到了當年 剛創業的郭台銘的樣子 就是那個工業開口出來 然後我在創業啦 因為政治他是新生嘛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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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勤快給你看啦 你聽不懂 就是這一種的啦 然後跟群眾打成一片 我覺得我認為這個他沒有問題 那這個當然就要看他的組織盤啊 就是 能不能不斷的有這種場 因為還沒開始嘛 你去想一想 如果913到 11月4號 45天的連署 他每天都這樣 這也是一種造勢啊 對不對 那就要看你怎麼玩啊 你就是把一個一般的去跑 他把它弄到是一個場 對 因為他錢購 就變小型造勢場 他錢購嘛 他可以主導那個場 那人家可能只有黃金周末 或者人家就是周末可以搞這些 No No 黃金周 除非你自己辦的啦 不然你要主導某個廟會 主導某個大場 不容易啦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 別的參選人只有周末可以跑 或者周末可以有些造勢活動 他是天天都可以透過這種活動 對 把他搞得像是造勢場一樣 對對對 沒有錯 不過我聽說侯友宜要提早請假 應該是在他從美國回來之後 就要準備請假了 事實上14號 14號他就要請假了 因為那個訪美不是他市長的任務 可是他有市政行程 他有市政的這種參訪啊 有嗎 也有是OK OK 反正他就是要提前請假啦 因為本來韓國瑜是10月15嘛 所以他終於想通 我聽到的風聲可能9月底 OK 也許9月底 不過他真的是要提早請假 對啦 他也發現不對勁 好沒關係 我先感謝何先生的抖內 因為他剛好也幫我想要 Cue的一個外插題 他說請問亮哥 怎麼看商業週刊的小編 29號整理的 那個改掉了 對 而且他就說因為侯伴昨天緊急打電話 對 而且侯伴還出了正式聲明抗議 對 我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他整理檯面上四位參選人的科技產業發展證件跟反思 然後呢 賴柯郭都有寫喔 證件是什麼 證件是什麼 然後故意到侯友宜的時候 只有點點點就這樣 所以昨天據說侯伴立刻打了電話 跟商周這邊聯繫 然後把他們的證件全部給 然後完整起來 現在才趕快改掉 對 因為我今天一大早看到商周也嚇一跳 那柯智仁就寄給我他們的聲明這樣 這真的很糟糕 我直接的連結就是那個小編不喜歡何友宜了 只是小編嗎 那他就濫用了那個權力了 只是小編啊 呃 商周現在誰負責啊 查查看 以前是金瑋淳啊 現在應該不是吧 我認為商周 他的總編不至於做這種 這麼低級的動作啊 另外那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嘛 侯友宜怎麼可能沒有金句 不可能啊 所以他就是一個低級的小編動作 然後立刻被看到這樣 跨文綺跟王文靜 郭逸琳我都認識啊 我不認為他們會這樣做 還是認為是小編 因為他們沒有必要這樣做啊 他這樣做幹嘛 這樣是得罪人啊 難看 而且非常明顯得罪 而且今天其實我看群起而上 很多人都特別像這個評論員很多 都挑這題出來講了 不一定的啊 因為太明顯了嘛 你這樣幹嘛 你商周是大牌雜誌欸 有必要這樣嗎 你看網友在說 商周很多人看的欸 是啊 我知道啊 所以 我商周已經很久了欸 拜託 商周大概已經有30年了吧 對不對 你累積了那麼久的聲譽 他從來沒有介入過選舉 你要介入選舉也 也介入得漂亮一點吧 哪有人這樣介入 這有夠醜陋啊 不是嗎 我們的網友有一位呢 一直在裡面刷說什麼 中天可不可以就是 跟郭台銘談和解 不要一天到人打他 說我們這幾天打他 打得很厲害 我想你可能真的 謝謝你的專寵 只看中天 你也許要多看幾台 基本上現在在拍手叫好 郭台銘的加入 大概就是綠營在吹這個風 而且郭台銘那個公開發言 那不是中天去掰的啊 對不對 比如他說媒體是製造業 然後直接從聯邦早報的記者 然後沒收鴻海 對鴻海 這都是他自己講的啊 這個本身就是新聞 然後他宣佈參選的時間點 我們也沒有掰啊 都沒有啊 正式亮哥你聽到的風聲 本來就說什麼 8月8號有可能 8月23號也有可能 8月23號動作已經前置 做成這樣 我們也一直以為823會宣佈啊 我昨天上T台 我也是在那邊聽到嘛 對不對 因為趙春山講的嘛 趙春山怎麼可能亂講啊 他說827你才跟侯見過面 對啊就是這樣 對啊 所以我們觀眾朋友可能 呃你可能要多了解一下 事情的狀況 尤其現在普遍 為什麼大家會群起而公之郭台銘 這絕對不單只有中天 而且我剛剛有正面建議呢 我說你需要一個策略長 幫你排節奏 你需要一個言論的 幫你管你的文宣 那你需要一個組織的 幫你做連署啊 不要現在像外傳的這樣 連署就是用錢搞定 你不要用 讓你要有這種感覺嘛 還有你講話 講話是可以設計的啊 那你的競選節奏 現在看起來就是很亂嘛 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拉回來我第一題 我今天第一題問亮哥的 請問這會促使 就是侯跟柯潭的時間點 會再往前一點點 不會 也是要到十元 我坦白講因為 因為侯友宜看到 賴清德訪美的效應啊 那清德這一波訪美 就是最高衝到42.5嘛 那 所謂的不失分 就是得分的成功 他事實上也不是不失分 他刻意要得分啊 所以安排了彭博嘛 安排了鄭鴻怡嘛 安排了張養晴嘛 這個 這個本來就是你該安排 這個就是選舉嘛 所以侯友宜當然要借鏡人家嘛 就是說哎他去了一趟美國 那民調上升了超過5個% 那侯友宜當然要朝這方面去努力嘛 對不對 那只是說賴清德沒有想到 他就撐不住了 他從42.5又掉到38.5 不然原本亮哥你覺得他是有機會衝到45 沒有有些人會這樣 對啊因為我是覺得 我是認為不可能啊 我有一些朋友就說哇 因為萊怡一片亂嘛 那他就會一支獨秀衝上去 這跟藍營對照的亂也有關係啦 就有些人會賭籃啊 比如說我本來是籃的 比如說啊賴清德啊算啊 就故意讓你更難看 會有這種人啊 那可是我們就看到止住了 然後賴清德又掉下來了 這表示民進黨的包袱真的很嚴重啊 他撐不上去啦 那可是你從這裡就幾乎可以斷定 賴清德要衝上去真的不容易 對 因為他接下來到1月13號投票為止 我看不到大力多了 請問下一份民調 你搞不好會碰到利空 比如說貿易壁壘調查 對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賴清德碰到了搞不好是 經濟制裁那種訊息越來越多 那台灣老百姓就越來越緊張嘛 就不是你防美那種風光的場 你眼下也不會再出去了啊 不會不會出去了啦沒有了啦 那另外我菲律這一邊 我認為侯友宜從美國回來之後 他會震驚的來跟柯文哲好好談一談 那當然現在不好談的原因是因為 柯文哲有好幾個民調都比你高很多啊 比如說靜電視這個民調 柯文哲領先他將近11%欸對不對 所以站在侯的立場他當然希望他訪美能夠帶來一波高潮嘛 那回來至少跟柯文哲接近啦 甚至領先 那這個時候再來談 這樣才有 可是談也有談的難度啦 比如說因為我認識民眾黨的朋友啦 民眾黨也會想欸 那我們柯文哲幾歲啦 你侯友宜即使我要答應當副手 你也要承諾你只當一屆吧 因為當年連戰跟宋楚瑜就是這樣談的 連戰只當一屆嘛 那郭台銘現在也是講說讓大哥先當四年 他也是說他當一屆對不對 那可是郭台銘這個說服力實在太低了 因為他民調實在太低了 連戰當時民調也比宋楚瑜低喔 可是他們是一個package 因為那個時候總統跟立委是分開選的 所以是坦白講那個2004那一局如果不是319搞不好就贏了啦 那他們有講好就是連戰只當一陣 那宋楚瑜就答應了 宋楚瑜民調是比較高的喔 那可是隔年你就看到他們政黨核定 因為他們畢竟系出同盟嘛 那國民黨就禮讓親民黨有些區域 那有一些直接排不分區 這個故事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裡我是突顯出 我覺得連戰是一個守信用的人 不容易啊 這又是誠信問題的 你知道我意思 因為我連戰不一定要執行啊 要給他做到啦 對 所以我這點我是佩服他啦 那接下來我覺得侯友宜也是一個有信用的人 那可是問題是黨的事情朱立倫要一起來談啊 對 所以我估計比較正經的應該是朱侯跟柯一起談 那我認為民眾黨一定也會提出類似的條件 說啊 如果要給你選擇喔 那你也只能當一陣 那不然我們柯文哲幾歲啊 柯文哲等你八年他媽都七十三啊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 就基本上問題就是只有這一類 但根據亮哥你聽到的這種民眾黨這邊的風聲來講 他們有在很覺得很迫切需要跟藍談嗎 我覺得他們現在擔心一個狀況啦 事實上柯文哲也公開講過啦 他非常擔心 在這個非律亂成一團的情況下 民進黨搞不好立法還過半 對我覺得他最擔心是國會這一塊 不是 因為你如果國會民進黨過半 他總統一定贏的啦 對 所以等於是兩個同時贏嘛 所以我覺得他有這個想法啦 我認為國民黨也不是沒看到啦 你這個時候如果讓賴清德國會過半 那台灣怎麼辦 對 這多嚴重啊 對不對 而今年我事實上也算過啦 民進黨現在立委是63席嘛 他事實上只要掉7席就沒過半了 就變成56 對 這個機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這一次眼看有很多選區是沒有上次的這個這麼幸運了 本來就是啊 是啊 你說莊敬成那一區還會贏 都才7席 對不 江湯山一區還沒贏啊 有的掉 這個我只是隨便講 你都還有不溫區 不溫區民進黨至少少4席 所以你要沒有過半是很容易的 那不要你搞到天下大亂 結果民進黨立委竟然還過半 我認為柯文哲侯友宜心裡 都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啦 都知道啦 就是我們無論如何 至少我們國會要過半吧 民眾黨加國民黨立委過半機率是非常高的啊 就是這個情況嘛 那至於總統能不能贏 那就看合作 能夠產生什麼樣的那個綜合的力量嘛 就是這樣嘛 可是立委至少要先保住啦 立委啦 因為這次的不分區你隨便算 民進黨這次 但是至少他們心裡在盤算 就最多就是12席 所以現在算不錯囉 沒有就是他心裡也有個底 因為總共只有34席嘛 對啊 他們事實上認為如果搞得不好只有10席啊 我覺得有可能啊 是嘛 是嘛 那你看這樣不分區就少掉幾席了 對 怎麼可能過分 這一來一往 對啊 7席 很有的調啊 那你再去點嘛 高嘉瑜那一區嘛 江永昌那一區嘛 莊敬成那一區嘛 我這只是隨便算 就3席了 是啊 我這只是隨便算耶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就是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夠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大小白色角色 大小白色角色 秋白色角色 大小白色角色 小白色的視頻 大小白色角色